超斯彈产地国籍变更 巴西变台湾 当时不只下架错标弹 时任农业部长陈吉仲 也跟着自寝离职 但立委再踢爆 还有大批9127孝旗的叶弹 流窜市面 我们8月公开标售的 那个部分 是标售孝旗10月到明年的 那好几次 续产会澄清 进口蛋加工都在孝旗内完成 没有过期问题 但2023年 续产会的液蛋评深 标示保存期限一年 现在农业部却说 只要保鲜消毒有做好 孝旗可以延长一年半到两年 被质疑是替过期鸡蛋找借口 清楚跟国人讲 你这7000多万颗的蛋 做成液蛋之后 你到底什么时候卖出去的 卖到哪里去的 不止如此 还被发现有改标争议 摊开公开标售文件 第一标名列鸡蛋来源国 包含巴西 泰国 澳洲等等 第二标却是什么都没有 他是等批去给业者代工 所以他被批去的时候 他是哪一国的蛋 他事实上是有分开的 不太会出现什么国 什么国的蛋混在一起 这是五月份 他讲这个产地从哪边来 巴西 土耳其 泰国 澳洲 美国 加工制成 这是今年的8月27号 出产国不见啊 这不是改标吗 许长会强调 液蛋主要卖给加工业者 但进口液蛋到底有没有过期 而大量液蛋又流去哪里 续产会势必要说清楚 讲明白 再来继续众号报导